根据对手技术特点和身材特点 灵活运用拉杀技术 也是比赛中常用的得分手段 前面我们介绍了拉掉和拉掉突击的战术 那么这种战术对前后跑动移动速度和跑动能力强的人 也许不是太适合 因为战术是千变万化的 那么我们根据对手的特点 我们可以在这下面再介绍一种叫做拉杀进攻的战术 那么拉杀战术就是进攻方用高球和杀球这两个技术形成的一种战术 那么这种战术对后场接完高球以后左右下手 击球能力差的球员比较有效果 下面我们让我们的球员进行演示 好 开始 高球 杀 上完 再拉 还是高球控制 摆到机会进攻 不急 再拉 对 再耐心找机会 再进攻 多次重复使用高杀的技术 再找机会 控制对方 再进攻 再强瓦 好的 出现破绽 前面这个球呢 就在不断的用高球杀球的技术 在控制对方 当在多次回合的较量中 被控方出现了破绽 回了一个质量不太理想的高球时 控制方 抓住机会 进行进攻 那么他没有应用调球等技术 只是单纯的应用高球 杀球 抓住 抓住机会 致对方已死地 这种球我们叫高杀 进攻的战术 下面 让球员再演示一遍 杀球 也可以重复高球 重复高球的控制 对了 再一拍 把它扯开 进攻 机会不好 再拉高球 再找机会 再拉 好的 斜线再拉 扫着机会来了 破绽来 大对角进攻 漂亮 那么在前一个回合的里面呢 控制方 就不一定像第一个回合一样 一拉一杀 一拉一杀 而是根据 场上的变化 进行重复的拉后场 一个目的 就是找到机会 但对方 露出破绽 找到机会以后 再下手进攻 也许一个进攻 质疑对方死地 也许再通过一个往前过渡 找出一个机会 一个大斜线的突击 让对方 让对方失误 那么 这种球 我们 也是称为 拉杀进攻 我们再做一遍 高球 杀 强瓦 还是高球 耐心找机会 再拉一拍 找机会 斜线 再找机会 杀了 杀了效果不好 没关系 控制着球 再杀 强瓦 好的 再拉 可以再打 杀了 推球 好的 走向机会 杀球 在这个回合里面 他们 不停地用 高杀 高杀 那么我要说的 他们在这个 练习方法中 强瓦 还可以应用 推球 来控制 找到机会 那么为什么 今天他没有用 推球呢 也许考虑到 对方的后杀能力 比较强 对方的个头 比较高 控制后杀能力 比较好 所以他还是用 放碗 让他移动 让他前后杉移动 再找进攻 再让他左右 换低重心 去接球 找出这种打法 那么我们 朋友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 对手的特点 技术的特点 身材的特点 采取 高杀 上碗是戳 还是勾对角 还是推球 这种练习方法 那么朋友们 在自己的练习中 可以 完全可以按照 我刚才说的 去尝试 好的 今天这一刻